上一段影片就和大家介绍过 Samsung Q950TS 8K QLED电视的设计 和画质上进步了的地方 今次就想和大家说说 这几年不同电视机都很着重的就是音效 虽然玩得大画面的8K电视 相信很多人家都会配合家庭影院组合 用到5.1或者以上的环绕音效 去享受真正的环绕声效果 但是一些家居环境不适合摆放这么多喇叭 又或者平时看电视或电影串流 都未必会开尽5.1系统 在这个时候 如果电视机本身的声音处理得好的话 就算是普通看电视节目 都会令人觉得省神一点 这个也是近年电视机很注意音效质素的原因 今年的Samsung Q950TS 和其他几款高阶的Samsung电视 都加入了一个名为主体追踪环回音效 简称OTS的音响效果 OTS会追踪画面移动中的主体物所产生的声音 当物件移动动作比较大的时候 OTS就会加强物件移动的定位效果 除了突出左右移动的效果之外 观众如果你在电视机面前 更加会听到声音是由远至近 或是由上而下的移动效果 如果当主体物像现在这样 在画面上旋转的话 甚至你会听到 物件在画面上会跟着打圈 Samsung Q950TS 内置的OTS 是加强版的OTS Plus 透过加入电视机两侧 藏在边框里面的两排喇叭 做出更明显的音场效果 电视机里面 原来是有八个喇叭的 分别是在左右两边的高低音 机顶是有一对向上发射的高音 以及机背是有两组低音喇叭组成的 难怪听出来的声音 比不少Samsung Q950TS 产品都要好 如果你真的不满足于电视机内置的喇叭 玩得8K电视 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时投资一套 多声道的家庭影院 不过平时看电视 又或者看串流的电影节目 想音质好一点 但想简单一点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一条Soundbar Samsung今年为Q950TS 和其他高阶电视型号 可以配合Samsung 2020年推出的Q系列Soundbar 将电视机和Soundbar配合使用 有了电视喇叭的辅助 从Samsung Soundbar产生出来的声音 音场定位会由电视机底部 移到画面的中间 而Q950TS的高音喇叭 更加可以强化环绕声的表现 而有了Soundbar的低音 扬声器的补充 整个电视机的音效 自然就会去到另一个层次 动态的范围大了 音场的空间感也有所增加 而无论打机或者看电影都好 可以利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去升级音响的质素 设定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把Samsung新的Q系列Soundbar 以HDMI线接驳到Q950TS Media Box 里面的HDMI ARC插头 就可以在电视内的声音设定里 找到这个TV加Soundbar的选项 选择之后 就算是成功完成了设定的程序 电视机会自动分配Soundbar 和电视内置喇叭的声音输出分配 Soundbar的低音人声器是无线连接的 你可以按住你家的实际环境 去决定摆位的地方 只要有一个13M的电源插头就可以了 有了Soundbar和低音扬声器的配合 Q950TS 看电视的声音动态范围会有所加强 低音的能量充沛了很多 而且由于操作简单 只要是调整大小声 就算家人不是太熟悉操作影音产品 都不用怕他们不适用 又或者会搞乱你的setting 上次我们提过 Samsung Q950TS 可以按照观看电视位置的环境光暗 自动调节画面的光度 让你无论日光或夜晚 看同一部电影 都可以有一样的对比效果 其实除了画面之外 Samsung Q950TS 在声音上都有一个 主动降噪声效的AVA的对应 电视内置有收音咪 会检查你看电视的时候的环境噪音 如果你看电视的时候有环境雜音 电视机里的声音就会相应提高 特别是加强对白声 你不会怕看看电视 家人不说话 又或者是有电话响 而错过了重要的对白情节 声音部分我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我会再和大家看一部最新的智能电视 可以做到什么电视以外的智能功能 那